以美食文明 饒河夜市天天人潮滿滿滿 但夜市出入分子複雜 轄區派出所責任重大 18號凌晨 金船派出所後方停車場 一整排15輛警車 通通被燒毀 他們都是高中 好像是高中生 反正就是國中生 然後就是在那邊放鞭炮 然後晚上就會有人檢舉 事發地點松山派出所的 灌轄範圍相當複雜 附近有饒河界夜市 彩虹橋河堤 還有金華城 加上事發時間敏感 就在318學運一周年 但附近居民有不同看法 一大群青少年 晚上都會來到彩虹橋 這裡放鞭炮 民眾只要一檢舉 附近轄區的警察 都會來到這裡處理 這次的縱火案 民眾懷疑就是 青少年機怨報復 固定都會有青少年 在那邊聚集這樣 所以有可能是機怨這樣 青少年大半夜 聚集彩虹橋河堤 喧嘩放鞭炮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 附近居民不堪騎擾 不過這機怨報復收法 遭到警方反駁 因為起火點正是停在 派出所後方停車場的 這一輛老舊警用機車 從右邊駛過來 第四輛就是起火點 但這裡是監視器死角 又面對大馬路 警方只說前一天晚上10點 原警騎車巡邏回來 沒想到5小時後 驚傳大禍 只是老舊機車惹禍 證人質疑 車08年的警用機車 長漏油卻沒人管 另外也不排除 幼稚人是丟煙地者禍 如果證實有縱火可能 就等於挑戰警方的公權力 專案小組可要查個清楚 記者理工生 黃子鋒SNG小組 台北報導